這個問題我真的想問 我想問你很久 有一次載你回家 你問你住哪裏 博富林道 不是吧? PA仔住博富林道 都是傅家子弟 因為我屋邨出身 博富林道 博富林村 你的家不差 我可否知道你家裏做生意 有很多我做生意的嘉賓 他們的下一代也有少許壓力 就是要幫家製作 甚至我自己也是 家裏當然願意讓我走自己的路 但他們賣光的生意 其實也不是一個適合的選擇 他們賣光了? 因為我沒有接受 你家裏也給你走路 栽培你做生意接受 而你也沒有走過這條路 甚至現在你做到上一刻 其實你也要回去幫家製作 由始至終 中還未到 由始至 他們有提過 例如一開始讀完書 他們都說有沒有興趣回來 我便問 我真的沒有 其實我從讀書年代開始 已經對他所製造的東西 即他開廠 所製造的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興趣 我讀了傳理 回來有機會做電台 雖然薪水很低 也沒有興趣 坦白地跟他說 他也沒有興趣 直至有一次 另外有一點心觸動 那一刻有一點 因為電台也做了一段時間 有上升和下降 我便很下降 很不開心 總之不如意 他看見我很不開心 也看見我很辛苦 因為像你所說 我做電台 花了四分之三的時間 去做早上節目 早上節目是四點凌晨起床 總之覺得整個生活 都不是人的生活 他真的有一次在吃飯 我爸爸是一個很傳統的爸爸 那種關心 是不會告訴你 我很疼愛你 不會 一定不會 但突然間 萬筆驚心地跟我說 做得辛苦 我又是這樣的 他又說 為何你不回來做 你回來做的話 你不用這樣生活 凌晨起床 披星大月 又有車給你用 工作是否辛苦 那一刻起碼覺得 我爸爸有多關心我 而且那一刻 原來也有這樣的後路 即劈集 夏宇唐心風暴 和林峰 和遠兆祥 回來吧 你又沒有看 當時那一刻 有一點感動 但都覺得 我真的不懂 他的計價 我真的不懂 你都沒有興趣 而且看到他的行業 其實現在 你猜搞廠性 都辛苦 都沒落 我想想不要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其實因為在這個行業 我家裡其實幫不到我 即使你說他做生意 可能你說家境可以 但因為在他的人物網絡 我現在做的事 是一點也不關他的事 他不可以帶生意給我 不可以介紹什麼名人 完全沒有關係 我就覺得我現在做的事 即使我現在不太紅 做了那麼多年 最多是博取資深這個名字 但起碼我做了那麼多年 都是靠我自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就感 不同意有句說話 就是有很多在溫室長大 或者家不差的所謂富二代 其實他們都很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證明自己 零碼是很想告訴大家 我上一代遺留給我的東西 我是不需要 我今天的東西是靠我自己的東西 比一般普通人強烈很多 你有沒有 一點點 我當然有 你要證明自己的 例如謝霆鋒 他很深印象 給我的感覺是 我是靠我自己的爸爸 雖然你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與場面你很厲害 但我今天得到的東西 是因為我謝霆鋒的努力 我自己的才華 才有今天的成就 再小一點 二十多歲的時候 很強烈的感覺 覺得是由自己打拼的 即使我捱坑也值得 因為我闖穿自己的片天 但當他長大了時 就算用謝霆鋒 這個兒子太成功了 我不會和他比較 但他也是他謝賢的兒子 大家最初注目他 然後慢慢用他的名氣 他能力走到這條路 但與謝賢有沒有關係 或多或少都有 等於我自己 我一看自己的工作 或我現在所得到的東西 你說與家沒有關係嗎 當然不是 起碼我不用很害怕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或有裁員 我立即冒犯開 我不會 這已經是最好的環境 給我 我去英國讀書 多年 我現在在工作上 有部份和英文有關 可能出去做一些全英文施言 誰給我 都是我家給我 若不是當年去公養英國讀書 我不會有這樣的能力 我現在就開始覺得 即使我多打拼都好 其實我是撕不掉 我家裡能給我的東西 反而有一件事 其實就是我想 剛才你說會否有很多富二代 或很多家庭環境不差的想法 有些人很想證明自己 有些人會覺得反正家庭有錢 不用那麼薄為興趣都有 但普遍如果你肯為自己事業薄的人 我看到很多人的訪問也好 包括自己的感受也好 如果我家裡就算不優勢 譬如我不拿家庭回去 他不會開不了飯 即使我今天做私儀 你未馬上付錢 我都不會優勢 供不到樓 但並不代表我不用收錢 並不代表很多人的反應 就是有錢 不要緊 收便宜一點 你買我的是一個專業 你覺得值得讓我去做這件事 但並不代表我的家境 影響到你能否給一個人機會 我相信很多家裡有環境 或背景的朋友 就會覺得 大哥 你買的是我甚麼 我家境關你的事嗎 有這些思想的人 其實你不用解釋 因為他們是這樣的想法 但有很多